恭喜感谢各位乡亲的今天全程的参与 那期待了我们未来一定还有更多的一个沟通机会 那有一句话我想最后的总结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请各位记住这句话 绝对没有你的立场我的立场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共同往前看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主持的不好 实在是很抱歉 那感谢各位的参与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